楼市焦点 当时大家说的息口影响很大 过去来说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都没试过 超低息的 现在的变化会不会是一个疹痛 还是要较长的时间 大家才可以在这里调整 一年前大家觉得是一个疹痛 因为抗通胀要加息 为什么通胀呢 是我的供应链 当初是这样的 连鲍威尔也是这样 后来过了大半年 他发现错了 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没错刚才所说的因素是有影响 但是似乎有些很结构性的因素 在发生 但是老实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完全解释到 为什么通胀这么硬正 加成五厘息 你想想如果以往加五厘息 经济散了 什么通胀都没有了 但是今次加极通胀好像很硬正 所以简单说现在似乎开始市场 逐步甚至有个声音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不是 那个所谓超低息的环境过去了 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个海啸前 那个所谓正常时期 什么叫海啸前正常时期呢 以前通胀要低呢 利率要多少呢 五厘左右 那时候的债息是多少呢 六厘左右 简单说你这样五厘 原来从以往的角度来看 根本现在不是超高 现在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刚才Tony问了 究竟我们是阵痛还是结构性的 什么阶段呢 回到回去呢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但是事情开始一路一路发展 似乎真的是偏向于 我们所谓一个英文叫normalization 就是正常化 你都正常化 似乎是有这样的机会发生着 不过呢 其实如果从那个楼市的角度 你自己怎么看 现在楼市的情况呢 既然都说经济环境方面 大家都好像看得不通透的情况之下 其实楼市 刚才刚才说了 其实那个成交真的缩得很重要 例如今个月一手成交 到现时为止 这个礼拜都是200宗 就是200宗的一个月 我们不是说一天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 但是今年3月 曾经一个月做过2100宗 现在就是200宗 只不过短短几个月的光景 只剩10分一 只剩10分一 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一手市场急速萎缩 当然这个有很多理由 第一就是发展商推判 第二就是就算胎 你都要有一个比较吸引的价钱 才可以 如果你有吸引价钱 看到一些购买力又出来了 那个所谓的end user demand 我们说的 那都强的 但是似乎现在 大家都在这儿拉他近 二手同样 二手其实我们已经几个月 维持在2000多宗的水平 2000多宗其实真的 真的比SARS 就是不是最近的SARS 是十几年前的SARS 就是2000多宗其实当时来说 也有几千宗 就是2013年SARS的时间 2003 2003 就是2003 如果你说看这样的情况 那个成交方面 无论一二手 都是一个很大的萎缩 那你们那个成交量萎缩 以前我们的经验来说 萎缩之后 你要刺激它的交投量 刚才说了 就是在价钱方面 因为大家都在观望着 要令到它有一个动力 或者是冲动去买 前段当然有某个发展来说 它就会在这方面的价钱 调整得较为大 平包价 是了 那就差不多是清袋 但是现在其实 我估计 大家都看这个做指标 但这个做指标 似乎又不可以吸引 再吸引新的购买力 那是不是这样意味着 那个楼市来着 都是有下调压力 这个这样 就凭刚才我们看到的 Fact 都是的 因为问题 现在不单只是楼市 我们看回其实整体的经济 比如equity market 你的股票市场 是不是 都是一个真的 成交都淡静的 成交都淡静 IPO市场又淡静 其实我们香港 都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问题就是 今年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好 这方面 那你见到 其实股票市场的表现不好 其实我们看 不单只是对楼价 很多人都会用Hangson Index 和Property Price Index Kenny也经常用的 我经常用的 有个Leading Indicator 六个月左右 三至六个月左右 但是我们最近见到 那个Hangson Index 大家都知道 是在调整中 但是反而我们都看过 如果从那个Hangson Index 和Transaction去比 原来那个correlation 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见到 那个股票市场表现不好 有两个影响 第一当然影响市场气氛 第二实际真的影响到 你老实说 没有财富效应 对了 没有财富效应 自然就对Transaction方面 无论那个Price 和Transaction 都有一个挺明显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 Kenny怎么看 现在香港这边的经济方面的情况 特别是如果股票市场方面 都不像预期方面那么刺烈 加上成交方面 也不是真的那么多 这些其实都正正影响了 那个心理因素在 其实怎么看现在的经济环境呢 如果我们看回指数 先和你算一下 我经常说三分天下的 有三分一是新经济股 有三分一是香港本土的经济股有关的 有三分一是内力经济 看回今年跌了二十几个巴仙 其实跌得最多的 反而是够经济股 为什么多一点 我想这个应该告诉你 其实市场现在是预警 一样的就是 我只是说市场这样估计 我不是说我这样估计 或者市场一定对 甚至你可以说 现在市场这个行政之数 是预示明年香港经济衰退 它只是用一个感应的角度 就是你猜股市都是走快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说市盈率 今年2023年 我们说的刚刚大约是9倍左右 略得低于9倍 分析完股市场有10%盈利增长 即是市场现在恒生之后 8倍PE 8倍PE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平均应该说11倍 恒生指数 低就高可以14 低就8倍 7倍多结果 什么时候7倍多8倍呢 7倍多真的是8年一月了 500年一月 那就是今天开笑 试过 8倍都试过 就是什么时候呢 疫情的时间 疫情的刚刚开始 没多久就真的试过8倍 大家似乎市场又真的 正在吹进去8倍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 现在市场 但现在疫情已经过了 都比8倍过的成率 这个市场根本是觉得 2024年 当然了 我想我想的想法就是 觉得内地似乎的问题 不是说 出了很多招 对的 都不觉得立刻解决得完 就是要时间 那么香港经济的问题 都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我想在股市方面 是这样去计算 当然还有一个市场 是在担心的 这件事就是说 虽然说加了五厘息 就是美国好像现在没事 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件事 加息的效应是制后的 很多时候一年之后 才真的看到那个效用 那么加了五厘息 那会不会再说 美国明年的经济 不要再催促先 慢了下来 那么我们这边 中港又不是完全回来 那么两个搭加起来之下 会不会真的好像 现在的股市 遇得这么悲观呢 就是明年 没有经济的需求 或者经济可能增长会 比较慢 我想这个机会不小 那时也会回应 为什么 就是说看到 包括看到楼价 其实跟恒生指数 关联 一定是关联大的 因为恒生指数 是反映我们经济 那么楼市 当然不多不少 当然是经济一个指标 所以其实几样东西 完全解释到为什么 现在 虽然我楼市 我是专家 解释到很多资产 包括楼市 现在真的比较静点 或者我们 一会再从一些回报率方面 我想可以再谈多一点点 又或者再从数据里面 再分析一下 现在楼价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 接下来预示的情况 是怎么样 休息回来再说 继续回来这一部分 就是楼市焦点嘉宾 我们有汇丰金融服务 亚洲投资策略主管楼市民Kenny 还有就是不告 刘家辉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 还有Tony 就是为我们嘉宾主持 刚才Kenny说 股票市场和楼价方面 似乎有关联性 很多人就说 如果股票不好 楼价没得好 你们两位又怎么看 对于Kenny 我先回答 股票股市反映经济 股票基本上跟着经济上落 股票跌就是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就是影响楼价 关联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究竟股市 但也要再深入看一点点 股市怎么跌呢 经济是因为什么不好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又会不会影响楼价呢 一会儿又可以再说一会儿 不过呢 其实也是 因为我们看回今年 又说回年头 为什么楼价会升呢 其实年头楼价会升 第一季其实很OK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在说复偿 通关 大家看今年的GDP 甚至乎政府都估计有3.5% 5.5% 一个非常大的升幅估计 其实大家对复偿 通关的期望是很大 当然股市也表现得很好 去年由14000点上到22000多点 22000多 几样东西加起来 就是这样反映了楼市 好 即是你那个股市 或者经济好 楼市的成交就好一些 但最重要一样东西 就是信心问题 买家有没有信心入市 这个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看到 每天股票 现在每天都好像阴点阴点阴点 你都会先看定一点 你看过成交 股市方面都观望 是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楼市 入到第二季开始调整 都不是说无積可寻的 但信心来说 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信心很多时候 有人都基本上 是考虑到一些因素 然后才应该去信心 会纯粹无端端 信心突然动摇 好像你年初的时候 大家的期望 是不是期望太高 而令这一段时期 那个落差太大了 即是复苏不次予的 期望是高的 年头我也有提过 市升得比较快一点 我自己都会这么想 其实对于香港 那几年虽然说是疫情 但都不是完全封闭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想 一复尝就爆发声伤 但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今年在三四月左右 那我就跟一些 在内地设厂很大的厂家 谈论了 怎样啊 今年的复苏怎样啊 有多惊讶 那是我很猜疑地 竟然他的答案就是 今年一般的 那挑战性很大 那很快就解释了给我听 就是说 其实这个几年疫情 其实就令到 很多的存货很多 也都令到 很多内地的人 或很多人 都觉得自己穷了 其实这个影响了那个信心 再简单再说 我发觉原来 本身这两三年 本身中港经济本身的增长 本身也不是那么高的了 就算没有疫情也是的了 但因为疫情就好像掩盖了 令我们误会了 我就以为 什么不好 都是因为疫情 但是原来 有些东西是 捉根深了 就是有些东西已经是 之前累積错了 放慢了 所以 为什么 复尝这么快 就好像没有气 其实只不过 复尝了 就将以往 掩盖了的问题 就继续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 就是刚才大家所说的 信心 其实就是 比本身 真的有经济的强度 真的本身不是那么强的 生意的就很清楚 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就加辉了 讲楼市 究竟是因为息口 信心 还是发展商 息手 其实 刚才说的 不是单单一个人数 影响楼市 其实 一手固然是 我们看到推盘也少 去年9千几个单位成交 应该是 差不多有纪录的新低 一手销售条例之后 但是今年 原来我们看回 都不是很多 对到较好月 我们都是8千几 那接近这几个月 比如10月 11月 12月 其实 如果一个月 做到1000中 已经是很好的 即是说 今年的成交 无疑会比去年 是好一点点的 但是我们真的 不是看到 真是一个 很大的回升 直到今天看 因为始终 之前银行 把那个 按揭利率 封顶息率 对了 封顶息率 那里加了 那里加了 即是突然间 直接加息半厘 都有少少 杀工楼人 是一个措手不及 绝对是 特别是新买楼 这件事会影响什么 影响三种 第一 自用的固然会影响 你新做按揭 你本来做三厘六 现在做四厘几 那你立即影响 换楼 又是 我换楼要给了旧的计划 换新计划 又给多半厘 那我又为什么要做呢 投资 就更加不在话 刚才Kenny也说过 四厘的按揭 三厘几的 所以这方面 其实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是很大 就算我们刚刚那个礼拜 看到放宽了按揭 但其实影响都没有 就是楼花 对 楼花 都等同一齐 绝对是 但我们又见不到 对一手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刺激 不过其实记得 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说通关之后 可能这些购买力回来了 尤其是特别在超豪的豪宅方面 可能会有些内地人来买 会推高市场 实际情况是否看不到这个现象 实际的情况 都是说回第一季 真的是不错的 第一季我们见到过五千万那些一手 其实就真的 都有一个挺好的升幅 但是一踏入第二季第三季 就立刻慢下来了 我相信豪宅 特别是豪宅市场 买家的类型都不是绝对 只是香港人 例如内地甚至外地 似乎都见到内地的经济 就是复苏没有预期那么快之下 其实都会对这些需求有影响 你说的时间性是挺对的 因为你说的第二季一下来 就是正正就是第二季内地的经济 明显地是慢下来的 你看些数据就知道 四五月是很明显的 三月都还可以的 一月三月可能是基数问题 封了这么久 但出回来的时间性很混合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第三季开始 内地已经有不同的政策开始 就推动回市场 加上流动性 也在息口方面有降准 其实你自己看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刺激内地的经济情况 那个帮助有多大 暂时老实说 如果你看到 纯粹你说看新闻和销售 那个帮助真的还没看到 当然了 因为其实这次和以往 曾经都做过几次的 推一些政策等等 这次老实说就比较分散一些 而且每一样东西的力度 又不是特别很震撼 所以现在市场都在估计 所有东西都需要一些时间去看 刚才说的息口 其实如果你看到 那个贷款利率 因为地方不同 拉环利岸刚刚刚开始了 减0.8% 你可以也想象到 不会说减0.8% 就可以立刻推高了 但另一方面 似乎继续出口等等 都还是一般 消费上的增长 你看他还有什么招数呢 内地其实都是靠三四肢 我也想知道 出口其实现在都真的不行 估定资产投资又不行 市场人士都不知道 都是只剩下耐需 真的不知道 至少在七月正月会开完之后 大家看到就不是很明确 哪一样会做多些 似乎是所谓组合拳 这三个字 组合得来 又不是每一拳一打 又不是全权到肉 都倒肉 但就不是很有肉 他希望可能要加上 那么多拳就入肉 但是暂时来说 所以你看到 股市的反弹也很短暂 开会之前 先升 开会再听 升多一个星期 不行了 现在你看到股市 回到今年的低位 就似乎市都觉得 今年不是说 觉得今年可以立刻看到效用 也起码想不到 国内还有什么招出 会很有帮助呢 大家还在探索 好啊 讲开那个措施 政府的政策等等 香港最近 因为楼市淡静 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大 就说要切辣 减辣 这件事其实对楼市方面 你怎么看呢 有帮助有多大事 首先呢 我们要说回 就是刚才Kenny说过一件事 很多external的东西 我们控制不了 比如美国加息 例如内地的经济 现在复缩不快 这些是香港内部做不到 是吧 但香港内部可以做到的什么呢 就是调整一些 以往的需求措施 供应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 是吧 97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面有亚洲金融风暴 里面有一个大幅的供应 但如果我们可以早点去调整一下内部的政策 也可以防止到楼市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因为始终我们看回 当然现在楼市可以认为 不是调整得很多 对 但去到一个点 有些人还觉得楼价价价也价格好贵 是的 那么问题想要说 其实楼价价现在跟高峰跌了15% 如果楼价很贵 跌到什么水平才算不贵 这个大家要想一想 都很难说 每个人有负担能力也不同 是的 这是第一件事 但我们也看下楼市固然是一个侠用很重要 但是其实财富的效应也很重要 我们现在是内需支持香港的消费 但是如果你说楼价是不断调整的话 其实可能对一个消费者来说 他都未必有这么深情 会看这个荷包 因为工楼的利息方面会上升 会负担大了 在几方面看 其实都会觉得以往一些出辣椒的时候 当然你说以往用一些辣椒去抑压楼市 就是初心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去到这样 是不是一成不变 可不可以有一些改动 这个从而帮到整个经济 这个都可以 有些什么改动呢 不如我们休息回来详细再讲一下 继续回来这一部分就是楼市焦点 这一部分回来 继续有汇丰金融服务亚洲投资策略主管 刘少文亦有美联首席分析师 不告刘家辉在这里 休息之前 家辉说了政府的辣椒方面的取态是怎样 接下来的施政报告 大家都在等会不会有好消息公布 特别是不同的人士给了不同意见给政府 想问问Candy 其实你对于施政报告里面 包括楼市包括股票市场 也有很多不同的招数都希望政府出现 有什么看法呢 包括说股票要减印花税 因为早两年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了 其实看回过用经验 其实很多外国的论文都做过了 减股票印花税减这个 就是个案的家庭成本 对成交确实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但是对于股市长远的回报 是很轻微的 当然这个不可以全部摆设到楼房 但是会不会当市况是胆症 或者甚至下行的市况 包括股市也好 其实将交易成本减低 确实会有一并帮助 但是要记住一件事 你说减低了交易成本 不代表减低交易成本 可以由跌转成升 就完全没有这种冲击 不要有这种冲击 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但是对成交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这个有论文有学术的研究是对的 但是你会觉得 其实应该是什么 我知道股市我熟 楼市我又不是那么熟 大家切纳的东西 不是完全是同一个比较 其实也是同意的 因为不会因为切纳会令到楼价飙升 这个是第一个 因为始终我们看楼价也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说有一些税务的调整 例如 double stamp 你调整了 double stamp 正如你刚才说的 会润滑成交 成交会做得更好 因为譬如有些用家 他真的是不是 他都可能要付这个税入 因为真的需要住 是的 真的需要住 但是如果你说 这个放宽了 那对他们 就是换楼或者其他都会有些帮助 那对成交方面 我们相信会有些帮助 现在我们自己很好奇 这个收入是看哪一方面的收入 两方面的收入 当然辣税有辣税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这个楼市 好像现在这样调整 当然也很清楚 那个卖地方的税收 真的影响了很大 都完全是达不到标准 是吧 我们不要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 因为始终来说 我们说的卖地的收入 今年来说都是几十几个百分比 是百几亿 我们的目标是八百几亿 如果这个卖地 假设放宽了 而令到地价稳定 甚至乎是有少少回升 其实对整体整个政府的大收入 应该比较大 你意思是现在面包卖得不好 要想一些方法 令到面包卖好一点 或者平稳一点 这个价钱不会再跌 这样的面粉才能够稳定 绝对是 因为面包没理由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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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中一件事 希望那时努力活一点 活一点 就不要说造价高低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面包的问题 起码人家喜欢吃面包 怎样增加这些有因 就是喜欢吃面包 所以我想考虑过初心 我自己觉得 初心和现在经济流视的状况 刚才你提到的 比如买多一套房 那方面是否需要双倍呢 那些可以调整的时候 某程度可以帮到租金的市场 租务的市场 我觉得 为什么呢 有些人需要在过渡期 可以买多一套呢 他可能给子女 可能是给父母 就是这个某程度居住的 那这个 如果你增加那个 就是现在用回税收的问题 对他来说 资金是有点压力的 尤其是还有看前景 不是那么好 那如果那些 就是有这个需要 但是有了十五十六那些 你调整了之后 可能令到他有更加动力 因为他想想 譬如你那个印花税 那里少交了 那就算楼期 他再有些下调 他觉得可能 都是可以接受 那些呢 就是无形 多了一些潜在 我觉得这些需求 但是 润滑成交 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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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至于价 会不会因此而 标升上来呢 这个就不肯定了 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大家都关注着 现在的楼价方面 虽然下来了 但是如果真的放宽了那些辣椒 可能政府也有他们的考量 担心楼价可能突然上回来 或者多了一些投资者 入市方面 就是做一个投资 其实这方面又怎么看呢 其实刚才Kenny也说过 一开始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 整天都在说那个什么 利率 当然利率 其实现在来说 就是什么时候回落 都希望快点 不过事实上 这个不容许我们去做一个 即估计 因为美国其实 也是摸着石头的那些 是 所以其实你说短期来说 无论我们看的经济 是吧 我们现在设计率很漂亮的 2.8% 但是如果你再细分一点看 你就会发觉 当然一些catering 旅游那些 是跌得很好的 跌得很低位 但是反而原来做金融 地产专业行业那些 反而你是不同的 那些反而不是做金融 那些反而和关钱是升了的 那大家其实都不是难理解 你看一个equity market表现 也不是那么好 IPO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那其实那方面的 市业率的上升 但是这些人正正的 使用钱方面 可能其实都会使得比较多 你要知道 那就直接对市场的影响 投资者当然是看回报 那些媒报当然是跟周边去比较 没错 我作为投资者 我有资金放在哪里 那现在来说 那个投资市场肯定因为利率 而有所变化 在这方面 其实从分析一下楼市 和股票方面 或者Kenny 你又怎么看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的思维要 我们习惯了十几年 利率是很低的 甚至我们买一些稳定的投资 就被1厘了 即是美国国债就是1厘了 那变成我们习惯了的事情 既然你的稳定投资 都是1厘了 那我买个车位2厘3厘正 买些什么股票 都感觉上舒服的 可以的 包括我们的楼市 如果你有没有记错 就是我们刚刚在疫情开始 大家记得 美国量宽 无上限量宽 债息又跌很多 那我们曾经的租金回报率 是最历史低位2厘3厘 我们那时候觉得OK的 因为那时候债息 债息意思就是 买些美国债券很无风险 都只有0.5厘 高了2厘多 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最新最新的债息 在说4厘多 现在我们最需要解决到 找到一个答案就是 究竟这4厘多5厘的债息 是不是会长期化 正常化 换句话 未来这几年都会是这样 你自己看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开始机会大 我觉得开始机会大 因为经历那些年多 这样加息 美国经济这么硬正 通账下不了来 似乎有些结构性的事情 在环球的经济正在发生 是正常化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做投资 我这一年都不断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要准备的事情 就是 未来的利率是会正常化 你要计算一下 就是未来 如果未来是4-5厘的说话 你供不供那些起楼 你的投资会还对不对 或者你借的钱会太多 还有很多人很希望 明年会减息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些人猜年中 有些人猜年尾 是不断減 不断在动的 一年前 猜现在正在减息 又或者今年的年底一定会减 今年年底会减 接着就退一退 明年年后 退一退年年中 现在最新 是猜明年底 可能会减半厘以下 大家我想要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明年未必一定减 甚至2025减 可能和你减少少 那你就要在这个角度想 如果这样发生的话 我的投资究竟我要求什么回报 我这样供楼 或者我这样去负债 我能不能减少 要是想这件事 市场现在正正正 就是开始再计算 就是预期未必一定减息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债息上下 或者股市开始回落 就是这个原因 正正的休息回来 我想问一下 不同的央行有不同的取态 但我们看到 欧洲央行方面仍然还在加息 英零银行刚刚停了 没有加息 其实央行的取态 对于整个投资环境的影响是如何 而且回来也想问一下 Buggo 下半年供应量的情况是如何 特别是 现在说发展商 其实第四季一般 都是他们业本推盘的时间 今年的情况又是否这样 休息回来再说 继续回来这一部 《楼市焦点》 我们的嘉宾继续有汇丰的 刘少文也有美联物业 首席分析师 嘉辉和刘嘉辉在此 休息之前 也继续说央行方面的取态 一些政策 特别想看楼市的供应 踏入第四季 一般都是推盘的高峰期 近期我们看到 这些一手盘 都是发展商的积极 怎么看未来的供应量 其实供应量是有的 但是实际成交就非常少了 我们看回 其实你说 政府每一季的供应 现在最新的 都超过10万个 即未来三四年的 一手私人供应 其实我们有供应 是稳步上升的 我相信这个 都是和政府之前做的 六四改三七个比例 很大关系 即公私人的比例 我们看回 其实现在整体的供应方面 是正在升 但是反而需求方面 就减得很厉害 我相信 就算一手 接近所谓的高峰期 其实可能 都是一个月 如果你说 卖到七八百个 一千个 就非常之好 因为正如刚才 我节目开始说 这个和高峰期的时候 比较 真的不是 其实短短几个月 几个月之前 我们一个月都可以卖到二千个单位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 需求弱 就是一定的 嗯 嗯 至于Kenny 如何看待央行方面的政策呢 特别我们刚才说 美国方面 仍然都未知道 它的息口去向 什么时候才会减息 还是一个 问题 但我们看到其他央行的情况 你又如何看呢 首先美国 美国的通胀 回落的速度 都可以的 但是核心 还是比较硬 所以为什么呢 白海尔等等 都仍然在犹豫 我还需不需要加多一次两次 不过这个都不要紧了 但我们看到油价 其实都在90美元 一通牢上站得很稳 对 油价是由 我们上半年的通胀 美国 叫做下来 其实油价 相比去年跌了 这个是很大功劳的 但是加息的路程真的差不多 所以市场也不是特别关注 究竟我再加多一次息 还是不加 现在的关注 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现在这个利率 究竟要维持多久 是不是一个结构性 要很久呢 就是打滑多久呢 打滑多久呢 这个才是重点 至于你问到其他央行 其他央行 我觉得真的不应该跟美国 因为在欧洲那边 英国那边 其实通胀明显地还是很厉害 而且回落速度还是很慢 超过6% 他并不应该跟随美国观察 看看是如何 因为他怕加得太快 会影响到经济 但是通胀和经济 往往就是很简单 你有通胀在手 一定要先搞这个通胀 因为如果你游游如意 你去搞这个 搞第二个经济 跟他回落 不走去 立刻加 反而对最后 就两头不到岸 那你的通胀又高了 经济就走下去 所以露威奇看得很通 他知道其实美国一定要搞定通胀 才是 就算经济有什么慢 只要不要大衰退 他也是可以 所以我们在香港这边 我们是很被动的 所以也不要寄望太多 说不是啊 美国经济慢一点 露威奇怎么都要跪下 因为明年大选 他怎么都要减 千万不要自己 一厢情愿地去想 我们会看到露威奇看得很认识的通胀 就是你不坚强些 去捏住货币政策 你之后的后悦无穷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 强调多一次 要有一个准备 就是可能利率 要维持在这个时间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另外 不过想问一下 一个楼价的情况 楼价方面 我们看到现在一直都跌下来 不同的楼价都是跌下来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情况 我想今年年头的楼价升幅 也很大机会消失了 现在还有少少升 现在还有1.6% 当然未来可能继续调整 正如Kennie提供说 如果息口再高一点 我相信楼价会再进一步回调 因为继金回报率不够高 2厘多 股票是真的快的 以前4厘的股票 现在已经去到700厘 很短的时间 但是我自己看 如果没有搞错 就是楼价是回报率 它是以年去慢慢去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租金也上升 所以租金回报率 就是由2厘3至2厘7 数学上上升了很多 由2.3至2.3 8分比上升了很多 我也听过一些分析 如果租金回报率 不要追贴债息来到4厘5厘 就算由2厘7至3厘5厘 3厘8厘 不是多多 但是数学上 原来租金不加 楼价就要回到2至3成 才有回报率 我最初也不觉得数学的位置这么厉害 原来就是这样 就是调方成绩就是这样 是调方成绩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过你自己看房屋政策 特别刚才提到7.3的公司房屋比例 这届政府特别看到 他选择公屋那边 就说要做多些 也要改善居民生活的情况 其实公司房屋比例方面 有没有机会再转呢 当然了 供应房屋其实过去一直都不够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不过那些无良上楼和公屋方面 但是你说长远来计 譬如说 这个7.3是否永恒不变 绝对不是 因为我们看回 将来的土地的供应 譬如说北都 甚至乎大鱼那边 其实那个比例是否还要这么大呢 是吧 因为不要忘记 你撕楼那里 土地有价 我们在说 是吧 我们在说做这个 那边也算是值钱的 但是如果你说 现在的面粉是继续调整的话 可能到时候面粉价 就没有这样的价 也会影响到 其实这方面当然 譬如你如果维持7.3的意思 就一定我觉得 要是多一些供应是那些资助出售的那些 就是不同的收入的群组 你就变了有些像新加坡了 就是新加坡去到百分之百 就是大家都可以 就是所谓组 香港不是的 是帮那些 就是没有能力那些 那当楼价调整向下的时候 那如果经济和就业 是没有改变 或者是保持的时候 那人那方面 可以支付到楼价 方面就会多了 就是这方面 那这个你其实是帮到的 某些程度 那当然我们香港还不考虑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说 在卖地 或者是 刚才说一些印花税收那方面 是对整个政府的收入的影响是怎么样 这个都不可以不考虑的 虽然我们希望是脱离这件事 就是都说了很多年了 其实 但是现在暂时都没做得到 也都 我就觉得没有那个条件做得到 除非在税制上 除非你说 我们说了很多年的消费税 现在还消费税 没有了 现在是绝对走不了 在现在这个时间应该不适合 所以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税收 不同的税收 始终地会是其中一个最主要 最后也想问两位 怎样看前景 特别是投资前景 以及就是楼市的前景 Kelly 先说股市 股市似乎刚才我刚才说了 股市真的相对现在有点悲观 他看前景甚至在预示 明年会不会升 香港经济很慢 但他走快一步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行政市数 都去到今年一个低位 短期我想 要这么说 不要寄望经济突然很花 然后市场上三百点 不是想这些 不过今年其实也算是挺超卖的 我也很衷心 希望内地可以有多些扶持经济政策 帮帮市 因为市本身挺超卖的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如果是市盈率 真的到九倍以下八倍多 其实英国市是酝酿着一个 比较大型的反弹 可以做一个大型的反弹 但是条件未齐 主要 我们简单说 我们看到北水肯买 股值够便宜 如果你说真的有哪些不够呢 有一个很技术性的说法就是 新经济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新经济股 来附近 比较上大幅跑输的市 那我们又比较贴近股市 但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股市到底的时候 一些叫做 我们叫做high beta 即波动性比较大的股 新经济股就是这样 它都通常会大幅跑输的 去年的十月 建底 一万四年纪 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其实很多条件都开始到了 至于如果你看到新经济股 能够够残 够跑输 那就差不多 当然加上 如果你发现去喝茶 都没有人再提股票 这两个字 够悲观 那就买货了 希望今年的反弹 快点出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发生的事 不过你自己看 刚才你说 全年可能第一季的升幅都没有了 情况是怎样 我想都是接着Canada说 如果你说股票 股值是吸引的 开始见底了 那其实楼市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自用 当然 就是 你价钱 你租楼 现在租金就在升 如果你说真的平衡得到 或者你始终是一个长远的用途 其实现在你再去 或者看看楼 去看看是否再减价 找到一些讯盘 那都可以考虑一下 我又提醒大家 二十四个字 两力而为 看清楚自己的荷包 和份工是否稳妥 加分给大家的意见 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多谢刘雪文 也多谢刘家辉 多谢 多谢